台股又跌了,怎么办? 别怕,贵买谢天机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平君 我是刘 今天台北股市又跌了109点 这个散户们的信心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脆弱 连我都没有信心了 Lio到底怎么办呢? 好的,台北股市今天真的非常弱势 但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弱势 因为你看到美国股市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 昨天下跌3.29% 而且四大指数全面收黑 照理来讲台北股市今天开低杀了之后 应该要有点类似像昨天 礼拜四这种杀盘 而且是那种不计价的杀盘 进行一个最后的筹码清洗 那如果是开低震荡走低收最低 然后很多股票跌停的话 那也许礼拜一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强势的反弹 因为融资筹码会大幅度的减少 可是今天其实有点落中透强 而且今天是礼拜五 对基本上礼拜五 国际杀戮日嘛 但是它今天却小跌109点 而且成交量其实就是2079亿 维持平稳不变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你看台北股市出现一个小十字K棒嘛 对 有点变盘的味道哦 那收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 那请问变盘会不会成功呢 变盘会不会成功应该是要看礼拜一了吧 没错 这个现行形态我们看到一个往下跳空缺口 如果礼拜一是往上跳空开高走高的话 你就会出现一个左缺右口的多方形态嘛 一个反转转折的形态 但目前你没办法确定啊 可是我们现在当下你没有办法等到礼拜一嘛 如果等到礼拜一可能就比较晚了 可是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迹象哦 你仔细观察台北股市上市 今天跌0.81%耶 对 可是下面这个上跪 上跪指数竟然是涨的耶 涨0.85%哦 不是只有小涨 它是完全颠倒过来 你看一来一回差多少呢 差1.6嘛 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仔细观察上跪 它没有跌破前波低点 而且它今天也出现一个下影线 好那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是不是上一次是跌到这个上升趋势线 自身区的地方就反弹起来 这一次又来到这个地方 也出现一个收缴 而且红K棒 好那有没有机会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止跌止吻的动作呢 好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啦 为什么这个上跪 通常是内支主力大户 就所在地嘛 对 他们敢在这个地方 礼拜五的时候 进场买进 而且买到翻红 还往上拉 还流仓 代表应该有一些好消息 是不是他们知道了什么 有可能哦 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讯息 韩国股市间下跌 今年下跌28% 韩国股市 韩国政府 它也不是实数的 它也拟祭出限空令 好那启动凭准基金 他们的凭准基金 就类似我们的什么 国安基金 只是它规模比较小 它有四兆韩元 在1990年的时候成立的 四兆韩元 就相当于台币 大概880亿左右 好那他们敢做了 台湾 也许就会跟哦 对 好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下午 就是9月30号 要召开 古骑士会议嘛 昨天正期举线 送八个字 信心喊话 台股没有断头危机 没有断头危机嘛 他说这个 真正有断头砍仓 大概只有几千万 好那当然金管会也说了 措施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有需要他就推出嘛 这些护盘的相关措施 所以我想政府 一直都有在看 有在观察 那我们看到英国的政府 哇这个冲起这个类QE嘛 而且还大减税 把这个英镑搞得疲弱不堪 然后整个债券市场非常混乱 那会不会 这个也被纳进来考虑 国际市场动荡嘛 有没有可能 也跟着实施这个金铢力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看 国际市场资金的流动 这才最重要的嘛 你看美元指数 在9月28号 我们跟大家分享 他已经来到区间上缘哦 这个区间上缘 在轨道的最上方 来到114.653嘛 在礼拜三的时候 每次只要来到上缘 就往下打 上缘就往下打嘛 那你看到今天 9月30号 已经来到111.995 他有压回了哦 而且是明显连续两天 出现一个压回 对 代表什么意思 你看哦 之前只要美元指数 横盘或者是稍稍明显拉回 下面对照的是台北股市的指数 两波 看它小小的反弹 其实这两波都超过1000点以上 小小反弹 大家可以去对照 因为这波下跌很多 因为台北这波下跌超过5000点嘛 对 但是这个美元指数 只要让我们有喘息 不要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 那台北股市 其实它的反弹就会很快 所以我们认为10月份 是有机会重新出现这个签点行情 更况我们看到美国的散户协会 它有一个指标叫AI指标 上面红色的最新公布的数据 看空的比例高达60.8% 对啊很高 对啊那平均啊 过去的历史经验 散户看空的比率平均 历史平均大概是30.5% 换句话说现在60.8%等于说是 两倍了 对啊一倍以上就是这个看空嘛 那代表说大部分都很悲观 你看你现在问你的左右邻居 前前后后大家都很悲观 谁敢买啊 就觉得盘很可怕嘛 要崩了嘛 可是我们认为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很悲观 都很恐惧 所以才是你进场的时机 对而且你知道吗 在2008年金融海啸 杀到2009年3月份 当时台北股市是在4000点 嗯 这个指标看空的比例是70% 也是最高的比例 而且金融海啸是百年以来 最恐慌的时候 看空比例才70% 而且是在地板看空 那你看现在呢 现在是60.8% 所以投资朋友 在这个地方真的不需要太过恐慌 所以你准备好了嘛 大家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对 准备好就要买股票了 对准备好就要买股票 但要你告诉我 之前这个很多股票啊 就是今天我们做一些动作 好那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像8.5年的广机 IPC电脑 那之前大家很看好 可是这一波因为 3022微强电跌下来之后 对 大家都害怕了 反正就跟着一起杀嘛 那现在是66.5块 收盘66.6 6.5的附近 可是呢 今年预估第四季比第三季好 那全年预估EPS 可能有机会8块9块不等 好那明年又比今年好 那股价已经拉回 又回到这个商政局线附近 KT指标都要低档 那为什么不能买呢 所以我想投资朋友 在这个地方 也不要太过恐慌 也不要太过悲观 应该要寻找财报好的公司 那积极的进场做一个布局 好的以上就提供给 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咯 谢谢利友详细的凡思义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 就叫老师的Lite跟Tagran哦 台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